它会出现,要不要重新,那就把它重新装一下 要不要储存4,把它让Eclipse重开一下 重开一下之后它就挂载上去了 那基本上挂载上去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讲一下,刚刚同学 这个JR档放在桌面上不能执行 就把它搬到D点底下 或者C点底下就可以执行了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这边环境比较特殊 会不会桌面上有什么设定 什么样的保护也不一定 OK,好,那这边按确定 工作区按一下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Eclipse本来只能开发Java的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发那个 这个Enjoy了 那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开发Enjoy 第一个,各位看一下它的差异性 新增里面的话 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你在其他里面 可以看到什么呢 Enjoy的话 表示ADT有挂上去 但是呢 刚刚那个Enjoy SDK也把它解出来 那如果你从网路上下载的话 把它解压说 解压说字词好了 把这个目录解到这里面来 解出来之后呢 在我们的 这个是Eclipse 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Enjoy SDK了 那将来呢 它会问我们说 你的Enjoy SDK在哪里的话 你就指向这里就好了 那这个跟安装版 有没有 我第一次上次一直强调 那跟安装版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你安装版的话 你这一次安装 下一次来 因为还原了嘛 还要再安装 那下一次来 还要再安装 太麻烦了 那这个好处是说 我们如果将来你要把 家里有一个环境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Eclipse call到随身点回去 再丢到你的低点 再执行什么呢 执行Eclipse 就可以了 不过它会 第一个会出现 就是说 请问一下 你的Enjoy SDK路径在哪里 因为它有ADT 但是它会找不到 同样路径的那个 那你就指向哪里呢 指向Eclipse底下的 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理论上应该打开来 这一切应该 就会很顺利 应该了 不过通常这个要试 至少要国富革命十次吧 我光装这个 我应该不只装十次 应该装了 应该没有一百次 也有九 应该有九十九次 而且呢 我从那个三点多 不知道二点几一直装 装到现在已经四点二了 然后每一个学期 它就给你改版 每个学期就一直改版 所以每次环境又不一样的话 已经习惯了 不然的话 因为它每次都在改版 那这边会跳出什么呢 Android SDK位置 对不对 不过 我不是想像这样子 对不对